從現在6月、7月、8月還有3個月 這個到底要每天每天就是 還是有這麼多人會有可能會死掉 根據好心肝施打疫苗的名單 有許多的政商名流 且這份名單現在目前已在北市府手中 市長您怎麼看這份名單會公布嗎 若不公布原因為何 那是否有人來跟市長喬說不要公布這份名單 在這個地球上 已經有超過20億人已經打過這個新冠肺炎的疫苗 結果在我們台灣 還需要三更半夜 跑到診所 排隊偷偷打疫苗 當然你們講說這裡面有很多權貴 我跟你講 當然不能說沒有 不過裡面 掃地的歐巴桑 主菜的阿姨 水電工 其實人數更多 結果現在這些人 所謂偷打疫苗的 差不多每個都要等 準備那個檢察官的傳訊 這個名單是這樣 反正檢調都來了 名單全部拿到台北紀檢署了 至於後續怎麼處理 就看他們那怎麼辦 那 是沒有人來跟我說 名單的事情 反正大家知道柯文哲這個 也不會講來講也沒有用 所以根本就沒有人來找我喬什麼名單 要不要公布的問題 好的 提問 郭子前發聲明表示 今年3月就向好新肝診所 預約自費施打新冠疫苗 若上述訊息為真 北市在3月就發放疫苗給診所了嗎 我們講 昨天就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第一筆的就是5月31號的小核心診所 3月份的時候根本不可能有這種事情 好的 揭取提問 那關於核心核中診所現在目前調查 進度為何 請問是否還有其他診所有特權打疫苗的情形 目前為止 昨天我們也進到核心跟核中兩個診所 去查查他所施打的對象 也把相關的名單帶回來 一樣的 我們也會做相關的行政調查 如果檢調需要的話 我們也會交給檢調做司法調查 意願最高 但是對於高端只有7% 聯亞4% 國人對於國產疫苗是否沒有信心 市長您怎麼看呢 這個我也不曉得怎麼回答 所以 我態度是這樣 你中央疫苗發下來 我們就想辦法去打 像 我們下禮拜二 就要開始要下一波的疫苗要打 到現在為止 到底中央要發多少疫苗給臺北市政府 我們都還不曉得 然後今天是禮拜五 所以聯休我們那個什麼專務節 我們也沒有什麼休假 因為你 你今天 我也不曉得到什麼時候才告訴我們 那個疫苗下來 所以下來 問題是一上班第一天就要打了 所以 像這個就是 好啊 反正你 你出牌我們就應付 就這樣 所以 我倒覺得是這樣 我的態度是 有國際認證的我們都打 沒有國際認證的 你發下來我們也是打 就這樣 好的 接續媒體的提問 陳時中昨天 有提到 AZ疫苗本來有 談台灣代工 但是他說到 有人不喜歡而破局 市長您怎麼看 這些話我都不想再聽了 反正你就是 你發下來我就處理 就這樣 下禮拜二 放假日結束的第一天就要打了 到現在 到底你要發多少給臺北市政府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 像你說要每個診所要發幾支 這等於我們還有一點 早就跟他們講說那個預約系統要做好 現在還沒做好 所以我們到時候要怎麼讓老百姓 那個市民去預約 那個城市還要 連夜把它做出來 好的 接下來是新頭殼的周宣會提問 柯市長在4月12號施打過第一劑的AZ疫苗 第二劑 需至少間隔8週 有預計何時再施打第二劑疫苗嗎 市長您有提過先打AZ再打BNT或是莫德納 有論文表示效果更好 是否會選擇混打疫苗呢 那會選擇哪一支疫苗來施打第二劑 這個打過第一劑 理論上到這個時間應該要打第二劑了 但是是這樣 現在還有這麼多人 連第一劑都沒有打 我們也不好意思再去 跟人家搶那個疫苗 所以 所以我們打第二劑的時間 我看只能延 至少讓 讓大家先有機會打第一劑再講 所以 所以除非是直接要照顧那個 確診者 那個比較危險 那些應該要 應該我覺得那些感染的危險比較高 應該打第二劑 其他的人 應該是讓大家有打 每個人都打過第一劑 我們再來打第二劑吧 好的 接下來是新頭殼周宣慧 今日新聞呂炯昌提問 高端疫苗昨天解盲成功 民眾黨發聲明認為 因盡速採購進口疫苗 給國產疫苗更多研發的時間 落到了8月進口疫苗數 人不夠大眾來施打 市長 您是否會鼓勵市民 來施打我們的國產疫苗呢 其實 我現在策略是 一天度過一天 因為 其實我們現在真的在這個 防疫跟經濟 之間要想辦法取一個平衡 因為當然如果按照這種 三級管制 半自動封城的狀態 疫情可以壓到一個程度 但是還是每天大概就 到平穩的時候大概每天有10、20幾個 但是你一放鬆 感染又上去 可是問題是 這樣撐下去 還是那一句話 我們這些領薪水的無所謂 反正 可是那個 那個做夜市 做餐廳 我都不曉得他們怎麼辦 所以 所以這是一個很難的題目 就是說 從現在 6月、7月、8月還有3個月 這個到底要 每天 每天就是 還是有這麼多人會 有可能會死掉 所以 這很難 我覺得這還是要想想看 所以當時我講 如果是我的話 國際上買多少算多少 價格不是太離譜 國際有認證的 買得到手 價格不是太奇怪了 打多少算多少 而且這個打疫苗本身也是一個 防堵的辦法 就是那個熱區 你把疫苗打一打 它就不會散出去 所以是一個撲滅 圍堵那個疫情的一個方法 延續媒體提問 高端疫苗 他提到 未來三期試驗 將以免疫橋接的方式 來進行或是替代 前副總統 曾見人 也為此背書 想請問柯市長 您怎麼看 這個涉及科學 他是這樣 他說打疫苗以後 我也不知道他有效沒效 就測他體內有沒有抗體 不過坦白講 抗體一定會出來 你打抗原下去 連抗體都沒有 除非你打那個 那個疫苗裡面 是石鹽水 不然怎麼會沒有抗 沒有抗體 一定會有抗體 問題是有抗體有沒有保護性 這才是問題 其實現在要做三期臨床試驗 如果說一組是打疫苗 另外一組是打那個石鹽水 我們就所謂的對照組 在新階段 恐怕已經不合醫學倫理了 為什麼 因為世界上 有國際的認證的疫苗已經到7支了 就是說 市面上已經有有效的 疫苗 而且在國際被認證有效的疫苗 而且都做 三萬四萬人 三期臨床試驗都做完了 在這個狀態下 你要做一個新的疫苗 然後對照組是要拿石鹽水 就是假的疫苗來測試 這恐怕不合醫學倫理 因為說好 我們現在請你來做實驗 我們打一支 這支有效沒效不知道 另外一支是 石鹽水保證沒效 這個不太合理 所以 通常在已經有 認證的疫苗的狀態下 要做第三期臨床試驗 應當是 比方說對照組是用AZ 就選目前市面上已經 證明有效的一個疫苗 AZ 然後再拿這個國產的來說 好 這個是實驗組 對照組是AZ 我們來做 我看過台大公衛系 給我的那個 報告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這三期臨床試驗大概要發到13萬人 才能辦法做出 為什麼 因為如果是國產疫苗跟石鹽水做 他那個有效沒效差別比較大 所以大概做三四萬人就夠 如果你是要做一個 已經被證明有效的 這兩個gap會比較小 所以要更大的樣本 才有辦法去 統計上 看到那個 有沒有真正有沒有差 所以 如果一般的 像以前在做大概三萬多 就可以做完三期的臨床試驗 可是在已經有 確認有效的疫苗的狀態下 要再試國產疫苗 他的三期臨床試驗要做到13萬人 坦白講 這是很貴的 13萬人的臨床試驗 這好歹要準備好幾百億才做得起來 所以 我看這個是這樣 科學還是 科學來討論 只是說 一般老百姓也聽不懂我們在講什麼 所以 所以常常是這樣 不要讓政治去扭曲專業 如果要專業辯論 那大家就來專業辯論 不過 一般老百姓也聽不懂 所以就算了 好 市議員被質疑太貴 陳時中對此表示 前一段時間 大家不是都說 買貴也要買 意思是 中央因為不簽這樣的合約 到時候一劑疫苗都擺不到 市長您怎麼看 這個 好不容易 為了要回答這一題還是做功課 你知道 考第一名的條件是什麼 第二名考的比你差 現在AZ一劑111塊 Moderna416塊 BNT540塊 所以高端要881塊 你又比人家貴 還不知道你有效沒效 所以如果人家這個是有牌照的 有認證的價格知道 你這個不好不好 還不知道 而且又貴很多 當然你要講說 支持本國產業 算了不要批評 反正我已經過黑了 不要再講了